男子团体Beast来台开唱 但是却在机场跟台湾的媒体发生了冲突 而昨天下午一行人选择在演唱会前道歉灭火 另外即将要结婚的Ella带着宅男女神大员跟方志友 为电影新作来做宣传 展现亲和力 韩国男子团体Beast 一下飞机 随团人员就和台湾媒体引爆冲突 一下翻白眼 一下甩头 宛如就在拍洗髮精广告 隔了一天不得不扭转负面形象 除了韩国男子团体与媒体爆发冲突之外 三位台湾田姐儿 为电影新作宣传时 也不忘调侃舞台前的摄影大哥 踢爆充男的大屁股 罚光坏大人的甘之梦 女孩为我 我为女孩 坏女孩 冲突 大哥 你们角度很低耶 所以我刚刚马上换成长裙 姜还是老的啦 即将在五月份步入结婚礼堂的Ella 不过宅男女神大员和方志勇 硬是要换成长裙 嘴上说是要防曝光 其实是风大 自己怕冷啦 不过宅男人的访问 不过宅男人的并不过宅男人的